如果他出兵攻打台湾 恐怕不是一对一的 不是一对一 恐怕他是个人对整个国际社会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国家的未来发展 需要每一分力量 面对全球化全面竞争性的时代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 也没有一个分类的社会 能够成功面对 团结一致 我们的脚步就更稳 互相扶持 我们的足迹就更远 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 我将透过民主的力量 团结所有国人 壮大国家 我们都知道 有主权才有国家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 由中华民国国籍者 为中华民国国民 由此可见 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每一个人 都要团结 爱护国家 任何一个政党 都应该反併吞 互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 牺牲国家主权 和平无价 战争没有赢家 明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就满八十年 台湾和各国都一样 走过战后艰辛的复兴道路 才有今天的发展成果 没有人愿意让战争摧毁这一切 如今 俄乌战争和以下战争 持续冲击全世界 中国的军事行动 以及灰色胁迫 也被视为全球和平稳定 最大的战略挑战 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 牵动着世界的地缘政治的发展 早在1921年 蒋卫水先生就指出 台湾是世界第一关的首位 在2024年的今天 台湾的角色更加重要 国际先已经有高度共识 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世界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因应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 世界各国已经展开积极的合作 来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 就在上个月 美国也完成了 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立法 将提供印太区域额外安全援助 支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们感谢世界各国 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 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告 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 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 由于两岸的未来 对世界的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 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 将是和平的剁手 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我也要呼吁中国 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嚇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 与人为善 我始终认为 如果国家领导人 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 那么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因此我希望中国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 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各位国人同胞 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 但不能有幻想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 国人应该了解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 我们必须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 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健全国安法治 并且积极落实 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国防力量 建构经济安全 展现稳定 而有原则力的两岸关系领导人力 以及推动价值外交 跟全民保护 现在两岸打起来我们到底力量有多强 我们自己的力量再怎么样的强 你说会强过对岸吗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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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大东西 无法大东西 不然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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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t 询贸 想说 成大福 插 好 口 骗 小